今天我们来开箱一套伪装大师波波军团 依然是市民加一芒的组合 除了这个紫色的能看出是一个礼物盒 另外三个完全看不出是什么 这两个看不出来能理解 因为它们现在是机器人形态并没有伪装 而这个是伪装好的形态 下面有四个轮子 上面有一个驾驶室 有点像坦克但是又没有履带和炮筒 把底盘一分为二露出脸部 向上一翻就变成了两只手 最后向下拉出腿部就变形完成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礼物盒吧 因为这个蝴蝶结也太明显了 从背后翻出两只手 下拉翻出两条腿 就我想问一下它的脸在哪里 不过它没有脸 或者蝴蝶结就是脸吧 等一下是不是在这里 嗯一个看起来就很邪恶的机器人 这个蓝色的是我最没看懂的 说实话我都不确定它现在是机器人形态 还是伪装形态 我们来背形看看 先把这两个折起来 这里再折一下 诶这似乎是一个眼镜 再把背后的眼镜支架给它弄好 对吧 绝对是一个眼镜 哇这个伪装堪称完美 完全看不出机器人的样子了 这个灰色机器人以前貌似有过 后端往上折 两条腿再折回来 头部摆正 最后再把两只手放到前面 这是木马吧 又到了最后的开盲盒环节 会不是金色 哇塞还真是稀有隐藏款 这好像是伪装形态 这是一张床 那伪装太差了 头部太明显 两边翻出肩膀 再从两侧拉出手臂 最后腿部往下一拉 变形完成 这隐藏款 貌似也没有更精致更特别啊 最后大家猜猜看 它最有可能是什么 就像这里在一个 一般它就像这个 然后这里就是